美食 美食 我的意思是這樣的 你貪快不用逐個貼 這個方法是不錯 你知道膠水也是這麼有創意的 在一個學校的環境 他們會覺得我一定要跟到老師做ABCD 這樣才好 但原來我跟他們說 其實在藝術創作裡面 我覺得不是 這樣也讓你想不到 看到他們有很多有趣的想法 以前也會有 但頻率沒那麼密 可能他們未必能做到我想做的事 但他又演變了另一件事 你做一個好的老師是要做到燈光 不是你燃燒了自己就叫對小拍好 我現在就叫自己做Miss Charlie Miss Charlie這個名字 是他成為至孤藝術創作導師後的改革 今年8月他離開了任教三年的幼稚園 因為他不想再被張老師這個身份 埋沒了教小朋友的初心 幼稚是要晚輪 好像現在疫情一樣 你要剪片 要拍片 我不懂 我就要坐在YouTube面前看幾個小時 我也試過做到11、12點甚至凌晨 或者Open Day 我也一年試過做通宵 33小時後才睡覺 你會覺得 是不是這樣 你做一個好的老師是要做到燈光 不是你燃燒了自己就叫對小拍好 只是你對工作負責 但對你人生也沒有負責 那對小朋友又不是一個好的榜樣 三年的幼稚園老師生涯 令Charlie明白到 在香港的教育制度框框裡面 很難追尋自己心中的教育夢 於是她決定辭職 沒有轉去另一間幼稚園 亦都沒有加盟補習社 而是一個人在Instagram招募學生 教授她最有興趣的藝術科 賺的錢是少了的 錢不是最大你做的事情 你覺得自己的人 在一條Write的循環裡面 在我想要的循環裡面 是會開心一點的 但可能網絡程度是不相伯眾 但仍然在平衡 好 做得好 喜歡那個青椒是彎彎的 我不吃青椒的 現在的她一星期照忙足七天 但能夠有空間 一點一滴感 跟學生建立互動關係 正正是她覺得忙得自在的原因 亦師亦友 如果你有老師的角色 都很實際是不可以做這件事 但如果你跳出來跟他們的時候 反而我就跟他們去露營 一直期望自己成為良師 最後更漸漸成為益友 Charlie相信 對比起制度裡面的死記硬貝 這種良師益友的關係 才是教育的真正意義 她回到下一堂 她回到我裡面的時候 又會說 我們那次的露營做了些什麼 她的圖畫可能想加元素 不是畫面多豐富 而是你的內容多豐富 回憶多豐富 這件事也是你猜不到的 她可以發掘生命中 很美好的事情 或者用這個方法去記下 她們很美好的事情 比起她的照片 或者比起她的語言 或者腦海記憶 會更加大 而家長的鼓勵 更加令到Charlie 無悔自己的決定 我開心的回應是 她們回到家經常說起你 很感謝你做她們生命上的朋友 很開心 可以去Miss Charlie那裡 畫畫或者怎樣 都是她們的小美好 我是她們其中一部份的小美好 那是我的大美好 Charlie慶幸能夠在學生的成長裡面 飾演一個客串的小角色 而長大成人的路途 每一個小角色 都會成為她們的童年回憶 作為父母的你們 又會希望在子女的腦海裡 留下什麼片段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